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代又一代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常讲说 县政府的工作就像是农场或花火 我们想办法把土壤弄好 园丁就也没有办法去培养出好的核实跟花火 但是我们如果只是把大环境弄好了 没有好的园丁 偶尔会有几株自己很厉害的长得很棒 但是没有普遍性都会很棒 所以我常觉得真的是很谢谢一代又一代的老师 许维明校长服务教育界长达41年 在教学生涯过程中有不如意的挫折 也从中取得成就的快乐跟安慰 88是九月一挂 然后后来一年八课 开始我们有十年一挂这样做下来 这阶段各个 各个老师权威很大 老师那个时候权威非常大的 学生是非常的服从的 到后来是老师要非常的正在学生一样的立场 跟高度是一样的 跟学生的家长必须要去拜托恳求 两个差距很大 以前家长对了老师 我们就这样做就反过来 变成是共同经营 角色改变 而服务联资长达39年的 陈雅兰校长教学生涯几乎都在宁中校 可以说是40年如一日 发展民俗体育和建构特色学校的制校成绩 颇受家长肯定跟赞许 我真的是在报名前一个礼拜 他讲了 然后在结束30分钟才把这个送过去 真的很仓促 他一直安慰我 一直鼓励我说 没有问题把学校交给我到最方心 然后校长的十几个工程 事实上证明校长的眼光没有错 然后那时候真的 我们从国中的六个班 到目前跟县长报告 我们竟然是十二个班 所以这是值得安慰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宁中 在教育这个东西区块 不是环境而已 我们在学孩子的教育 真的普通很多 我们希望学校的老师 教掌 孩子 就是三者 我们真的是建议一个很好的建议 阳振武也表示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两人在教育界坐育 英才这么久的光阴 除了深深感谢 更期待两位退而不休 未来还能借重他们在教育领域的专业 适时为金门教育提供宝贵经验 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们下期待一个没用的 关注的专门 我们下期待的后面 我们下期待的后面